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 当地时间26号 据乌克兰国防部消息 该国武装力量根据总参谋长的命令 进入为期60天全面战备状态 全面战备是什么意思 是要开战了吗 想知道这个首先要了解战备等级 战备等级又被称为戒备状态或防御准备状态 是一种国家防御等级的衡量方式 战备由一个等级向另一个等级改变 通常为逐级转换 必要时也可越级转换 一般情况数字越小市井越大 而乌克兰所宣称的全面战备状态则为最高一级 就拿我国举例 我国战备等级分为四级 对于战争和国土安全问题 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局势 国家有着不同的作战方案和战斗预警 先来说四级战备 这种等级对应的情况 一般为某国有大型军事行动 可能会对我国有微弱影响 这是最低的战备等级 部队只需要进行战备检查 加强巡逻 增强边防 保持正常通信即可 对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影响 再来说三级战备 提升至这个等级时 说明国际局势已经比较紧张了 周边国家或地区出现重大异常 可能会对我国直接构成军事威胁 这时部队会加强警戒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所有士兵停止休假 探亲退伍等行为 接下来就是二级战备 此时的周边局势已严重恶化 对我国已构成了直接军事威胁 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提升至这个等级的战备时 部队对内加强通信沟通 对外加强侦查 准备动员预备役 发放战备物资 进行临战训练 并禁止一切明码通讯 改用秘语 最后就是一级战备 极局势极度危险 敌国对我国发动战争的征兆已十分明显 此时国家开始动员所有预备役 各部队处于随时待命状态 准备随时迎接战斗 所有和军工产品有关的企业 立即转化成军工生产 全力制造武器装备 在一级战备下 民用船只车辆必须听从调令 随时转为军用 简单来说 一切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都将优先为即将发生的战争服务 而目前的乌克兰所处的状态 即对应我国的一级战备 不过到底能不能打得起来 我们拭目以待 说到战备等级 我国战备等级制度起立至今 具有过数次提升至一级战备的经历 当时我国濒临战争边缘 甚至做好了打核战的准备 我们搜遍前往整理出一份相关资料 微信搜索公众号 刚雨军事 回复战备 带你了解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都经历过哪些威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